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狗 是给你们带来欢乐的小狗狗 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游戏呢是 躲猫猫大作战 今天的追悟者呢是一个 救护车人 大家已经有见过这个模组了吧 之前呢我们有遇到过这家伙啊 跟他交战过 那么今天呢我跟二蛋还有老弟啊 化身成了博士 而且呢来当这个救护车人 那我们话不多说准备开始啊 我们的第一局 今天用的地图啊还是老样子 是这个我的世界地图呢 我们在角落里啊 发现了有两个机甲的腿 这个位置躲藏不错呢 看着啊确实还行 你看啊还能穿进去呢 真的这是一个空清的 你看我已经穿进去了 好家伙 看来我们找到了一个保障位置了 这个位置肯定能躲避掉阿琪的追捕 这就不好说了 我们跟阿琪玩过了这么多次躲猫猫 他应该很了解我们会躲在哪啊 躲在这啊只是暂时安全 我们躲藏还是要多换位置啊 不但说的没错啊 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嘛 这我都懂哦 只是说暂时可以躲在这呢 看一下情况 前面呢还有个这个机甲的腿呢 我们等一下过到另外一边去看一看 暂时先别乱跑 我们现在啊连阿琪的位置很近呢 你有没有听到 有脚步声过来了 暂时没听到呢 好像是有点脚步声 哎来了 这阿琪跑到二楼去了 当心点啊 他有可能会过来 暂时没有被发现 看来这位置啊已经躲不了多久了 我们要尽快找到下一个位置 还还还是等一下吧 这阿琪就在这附近呢 等他离开之后我们再走 好的 他已经往另外一边去了 现在离开这啊是最好的时机 我看到边上呢有几个房间 我们先躲进去 哦吓我一跳 原来是一个玻璃啊 刚才以为是有个人呢 这个小房间躲着应该没事 但是有点小啊 得注意一下 会不会我们两个人一锅被端了呀 就怕这阿琪找到这里面来了 应该不会吧 稳住 只要我们俩别等出太大的动静就没事 要是声音搞大了 那就惨咯 有可能会被听到 诶对了 恶弹跑哪去了 谁知道啊 他没有跟进来 再说了 他进来的话 根本就没位置躲藏啊 这个凹槽只够我们两个人躲藏的 诶大哥 你能不能别踩来踩去的 这是我的头位 我刚才没有站好 你别乱动 你一乱动的话我就掉下来了 我这不是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吗 真的挺吓人的 就怕这阿琪啊 跑进来 有人开门进来了 是谁啊 不好 是阿琪 哎呀麻烦了麻烦了麻烦了 都别想跑 取我这一勾子 没想到啊 躲在这个小房间里被发现了 但是呢 第一个被抓的 不是我跟老弟呢 是这个恶弹 吓我一跳 还想说我跟老弟啊 是其中一个要当追捕者呢 让我意外的是 是这个恶弹 好了 现在开始第二局 人员有变动 阿琪啊 跟我们一组了 恶弹呢 变成了这追捕者啊 好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开始寻找 隐蔽的位置躲藏 这红利灯的位置啊 还是不够隐蔽 我们得再换一下 嗯 这上面的话 这上面的话有这种绿色的石门 这个位置躲藏呢 应该还算可以吧 先看一看 这个恶弹 有没有开始来找我们了 但是没有发现 他的踪影 看到了看到了 在前面 他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发现谁了 不会是阿琪 被盯上了吧 这位置啊 总感觉隐蔽性还是不行 哎 看到了 这个恶弹的话在我的前面 他不会看到我了吧 还真的是 快跑 这家伙正在追着我 哎 还在后面 赶紧跑到这个商场里面 二楼二楼二楼 上二楼去 哎呀 我刚才被敲了一罐 现在只剩下20滴血了 快走快走 哇 幸好跑出来了 好家伙 刚才真的是好险啊 我再挨他一钩子啊 肯定完了 趴在这个缝隙里面 是最安全的 哎 这上面有个洞 可以爬上去的 先看一下周围 有没有二蛋的踪影 一旦他发现我 我就可以往上爬 躲避他的追捕 暂时没有发现 我应该是逃过一劫了 这家伙 不会再盯上我了吧 先慢慢的挪出去 看一下情况 没人 嘿 这家伙 怎么突然就没有人引人呢 难道他就追老弟和阿琪了 还是得当心点 防着点好 哎 看到了 他在前面 先看一下周围 不会发现我了吧 暂时 没看到他的人引 是不是往前面跑了 呦呦 这边上在边上 他应该还在找我 先躲着 千万别出去 要不稳住 不要过来啊 哎 在我后面 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啊 好吧 我变成了这个 汽车人 追捕者 接下来的话 还剩下老弟 还有阿琪了 这两个家伙 应该会比较好找一点 看一下他们会躲在哪 这个位置呢 我们没有找过的 这里也有好多雕像啊 这边有个路口 进来的话 好像是个电影院 这墙壁上有个洞 应该是个隧道 我们进去看一看 呦呦 还真的可以穿进来的 暂时没有发现任何人 哇哦 这里是放电影的位置 座椅这边 有没有人躲着呢 看了一下 没有人 黑漆漆的一片 很适合躲人呢 刚才我要是找到这里来 肯定不会被抓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们两个到底会躲在哪呢 这么难找 这座椅啊 也没有发现什么暗格 看来真的没人 我们找出去了 找一找其他的地方 哇 这里有钢铁侠 还有另外一个路口 这里的话也是一个电影院 看来也是没人呢 我们还是出去吧 大哥 阿奇已经被我抓到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老弟了 OK 那这样就简单多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别躲不了多久 我们仔细找一下 肯定能把他给找出来的 我的小老弟 出来吧 你躲不住的 现在是三个人找你一个 这老弟还真能沉住气 到现在呢 都没有跑动 我们看一下 诶 这柱子上有两个按钮 我们是随便按下 没有反应的 他躲在哪了 登登登登 电影院里面 没人 再进去看一看 说不定他又躲进来了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出来吧 出来吧 看一下 这座椅角落 都仔细找过了 就是没找到人了 诶 我看到了 他在边上 想当这个木头人 被我看见了吧 搞定 老弟啊 躲的是最久的 也是顺利把他给找到了 但是找的时间呢 也是非常的长啊 好了 那今天的概念模组 躲猫猫大作战啊 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大个玩游戏的 记得帮大狗啊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